夏天即將到來 大五輪沙灘救生員即將在6月1號進駐 市政府除了加強捐食器 廣播和無人機設施 今年還提供免費救生衣借用的新措施 這個是我們跟海委會 跟常步清協會跟市政府合作 就是從6月份開始 會有這個救生衣的免費借用的服務 救生衣免費借用的服務 那預計我們在6月會上路 大五輪沙灘水域安全受到市議會重視 市議員吳華嘉協同議長同志委 找來市政府官銷處 產發處 消防局等單位會刊 許多在地居民到場 針對解決沙灘兩側離岸流提出了看法 都是海安全 沒有什麼離岸流 這個補牆就好了 花不到多少錢 你這邊把它圍起來 這個原本就有了 在補牆這個花幾百萬 然後這個做一個藍沙體 我有跟市長報告的很清楚 這個做藍沙體你有獨木舟往這邊去 不要去影響這邊的遊客 這邊不容許 你的警戒線裡面不容許有那麼獨木舟什麼船之類在這邊 會影響人家的遊玩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這邊也不容許沙灘有在販售 因為我們這邊出海的就是靠補儀衛生 店家的都靠夏天在維持生氣 所以你們一旦在那邊賣東西 或者影響遊客的一個空間 這對我們店家都很不公 30公斤 這邊屯30公斤 這邊屯30公斤 屯到水面這樣 這不會有離岸的 沒有離岸流啊 因為我現在開始給你聽 他們就是有這麼降下去 有這麼流有這麼出去 你把這個撞下去它就不會擠掉了 這個漁民大哥有建議說 希望能夠針對稻倫的漁港去做水工模型的事 因為他們也希望未來能夠針對港行民 去做一些防護 所以這個實驗結果大概什麼都會出來 已經有結果了 已經有玉米的結果了 但是當初不是考慮到這邊 他是以這邊為主 所以我們回去看一下 他原本的模型試驗圖是不是整區都有做 那就會知道 那如果這邊沒有做的話 因為當初做的時候是沒有這兩個前提之下 是現況 那如果未來要接到這個前提 他就必須要重新做模擬 政界居民質疑警戒線規劃的範圍 社恩福表示警戒線會隨時滾動式調整 會往外推之外 也會加強廣播系統 那其實這條線是去年因為意外發生 才會長出來的權宜之線 不是永久的 因為它一直在滾動式的調整 包括一開始我們是禁止所有的人 出這個救生的警戒線 但是現在已經調整說 它是有條件式的開放 未來還是可能會調整 奧倫沙灘呢其實是已經經營已經非常久了 很多年了 那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嚴重的這個 傷亡的事件 那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大家其實有說 就是一直以來這一個地方的海域的狀況呢 其實會造成這個我們的沙灘兩側 會有兩個空洞的行程 那這兩個洞也會造成說 會大家有提到這個離岸流的現象產生 那也就是這個離岸流造成了這個海域在游水的時候 會遇到這個危險的問題 那其實在他們早期的做法呢 其實市政府都會來請這個水工程單位 來把這個坑洞進行填補 但是近年來沒有做這樣子的工程之外呢 那我們在問了市政府的意見之後 市府也是擔心說想要了解整個水的這個流的方式 所以呢我們也建議說就是市府應該找專業的相關單位 趕快來確定這個海域的水工程要怎麼樣來做 才能真正根本的根治這個離岸流的問題 我想產發出的同仁科長副作也都非常用心 親自來這邊跟大家說明 但是最重要的要參考居民的意見 大家會過去這幾十年來 怎麼過的生活 怎麼樣的安全性的問題 我想這都要考量嘛 然後還有我覺得可以參考外線是天然沙灘天然海域的做法 管理辦法 其實很多民眾跟我講說 半夜有很多大學生 在這邊玩水 無人管理 那這個安全性誰來顧 我們救生他們現在政府有委外救生 可是他有時間的限制 譬如說到幾點到幾點鐘有救生員 那半夜呢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參考世界各地 或者是國內國外有很多地方 有天然海域的地方 不是管理 這個東西不是你丟給外包就好了 這最重要不是說你丟出去外包 那在地的生命 居民的生計如何 那你進去變成要買票 居民會不會抗議 遊客會不會抗議 我想有很多的東西應該要參考各方的意見 做好彙整 然後做好工程的研究 我們一併的處理 在施政上面會對居民有幫助 對遊客也有安全的顧慮 所以我想我們很多個問題一併的解決 我們希望一步一步來了解 然後幫我們居民或是安全性都解決問題 大五輪沙灘救生員 6月1號正式進駐 議長同志委和議員吳華嘉 希望市政府多聽民眾意見 讓地方發展和遊客安全能夠達到雙贏 記者黃少鞭 напис 記者黃少鞭 kamp 报道